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走向何方 这个货币宽松的party是不是又重现了呢 今天我们要跟郝老师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太好了 Daisy 这是一个好问题 时下重中之重的问题 那就是宽松政策QE 会不会重新回到现实的整个的股票跟房市 看起来在欧洲 看起来在日本 都已经继续着在QE 所以我们今天在儿后的几集 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聊一聊 这是一个饥饿的经济 为什么到了节骨眼的时候 又有可能还要继续贯注现金 第二个是结构性的困境 你看看这整个的市场 为什么到了一个暑假 就需要现金 第三个在这种新的新的经济产业当中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态度跟新的布局呢 太好了 郝老师 我们谈到投资的时候 很多的人呢 现在都知道有投资要掌握几个最基本的原则 其中一个说的最多的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也就是说好的心理素质 那么到底您在投资方面是专家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才叫好的心理素质 这个心理素质投资策略的心理调整 重中之重 就是不能贪 圣经里面在西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讲的最经典 讲到你们纯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钱是中性 但是贪钱就不太好了 当人忘掉上帝的时候 对周遭的人事物就不容易知足了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句话叫做知足常乐 那么其实细想一想 很多的人呢 可能都用一种自律 自我约束的方式 来去practice这个知足常乐的心态 其实现在呢 刚才您这段经文太宝贵了 这让我们看到知足常乐是一个结果 那么它的源头呢 怎么样才能有知足常乐的这样一个心态 实际上是有一个根源的 根源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依靠 根源就在上帝 静钱加知足的心 便是长红啊 所以呢 静钱要静钱上帝 没了上帝 就无法无天了 就会太贪心了 所以一定要 静天才有办法 对事物满足了 太好了 那我们有了这个心态 那我们就可以 派人面对您要给我们分析的经济形式了 那么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所以我们就到驾驶舱来了 就像 你看看 我们前面的方向 到了我们现在录影为止 实际上市场最喜欢谈的问题 就是interest利息的问题 特别在二月份的时候 前叶伦主席 联储局的叶伦主席 谈到如果经济果足不前的话 应该考虑降息 在上个月 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川普总统 特别还指示了 用指示了我们的鲍威尔联储局局长 小心驾驶你自己的利息政策 如果需要的话 千万不要加息 所以可以看到 有可能经济不好 应该要降息的 这种氛围已经出来了 所以利息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过去十年的 S&P发酵证图 这张图我最喜欢 因为这张图是我画的 这里面好像信息量挺大的 简单的说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 S&P发酵证从08年开始 一路涨到现在 到历史的高点 19年 但是这种现象 在前8年的时候 每一次股票运动图 到了5月6月的时候 股票就往下跑 就开始大跌 或适当的跌 做适当的调整 所以每一次到了暑假的时候 联储局一定做一个动作 联储局就贯注现金 到市场下 到房地产 到股票市场 你看QE1 2009年 10年QE2 1112 1314 一直到 2016年 都是如此 那我们今年 夏天又快到了 那会不会重蹈覆辙 或者说走向 同一个pattern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 在这里 我们当我们 过去十年 降利息的时候 贯注现金的时候 中国跟进 欧洲跟进 日本跟进 全世界都是在 降利息的氛围 都在QE的 宽松货币政策的氛围 但是过去两年 1718 美国联储局 升了八次利息 两个percent 但是八次利息 也导致股票 上上下下 大家忐忑不安 这种情形 回到你的原点 到了现在为止 又开始上上下下 裹足不前了 所以说这个夏天 这个不是热的昏了 这个看见 我看见这时来的 夏天昏了 昏现金啊 不是热的 这个稀闹的 那这种情形 我把它讲做 这种是饥饿游戏 叫打气经济 市场到了暑假 灌注现金进去 因而 就像我们美国讲 Helicopter money 就是什么 撒钱 撒钱才能够维持 让市场 让经济 持续有动力 到了三月份为止 欧洲 已经 继续宣布 要QE 要撒钱 日本也是一样 维持低利息政策 全世界又回到这种 低利息 宽松政策 特别中国 在二月份 三月份 降息 降准 四码 一次 一个percent 非常激烈的降息 灌注现金 所以说这个现象 其实可以说不是一个美国 只有美国的现象 几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像一个运动一样 没错 这个图 我就看到 等于是说 这个降息相当于是这个打气筒 我们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money 这个景象给拖起来 那么 我这个看到您这个dollar算 我就感觉它像那个气球 我们确实真的有的时候 你去那个商店里买气球的时候 它真的有这个dollar算的这种 这么打下去 我有点担心 这个气球会不会爆 爆掉 那有没有这个risk 有 也有可能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我举个例子 特别让观众朋友 一定要心里要有区别 有准备 这定义的问题 现金跟货币 Daisy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怎么说呢 比如说 现金货币是不同的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个人的家庭好了 我们花钱 把现金花掉了 所以 这个月已经月光足了 月初 月底都没到 月初就把钱花掉了 怎么办呢 我们用quity card来借钱 quity card借了下个月的钱 如果下个月前借爆了 再借第二张quity card 所以我们这个月 一样可以用quity card 去下回忆度假 可以买iPhone X 我们一样可以买5G的Samsung 但是这种延迟卯粮的这种pattern的话 那会不会造给家里面这个财物造成严重的crash 不错了 所以这种情形就是现金你是没有的 但是你过得好像非常有钱的富有人的生活 你的货币是用quity card借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股市到了历史的高点 但是借钱也是到历史的高点 所以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的运动朝一个方向 那就是我们现金还是不够 我们继续贯注货币到整个市场来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呢 对啊 因为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risk 为什么还要去这么停而走险的感情 已经十年了 也不是暂时了 一拉就拉了十年 所以为什么要继续QE 就像当时为什么 这个我们以前的前Bernicke联储局局长要变魔术啊 你看看第一个要QE就是政治的原因 因为要继续的连任 总统要连任 经济一定要让大家来参与 所以经济要好 利息低 大家的负担就比较低 第二个原因 就业欠佳 我特别讲的是长期就业率 不是短期就业率 短期就业率现在是3.8% 大家知道那是U3 但U6事实上是大概8% 什么叫U短期呢 27周以内叫短期 半年 但是长期超过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以上持续失业找工作的 长期失业 或者你要找两份工作 以达到一周40个小时的 这种的就业情形在美国 普遍的现象还是8%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查 U6 unemployment rate 那这种情形就是 它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这一代的人 有一些人 长期会找不到工作的 其实失业率比较低 现在这种report 其实看样子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然后如果说把刚才您分析的这些 全部一起来count的话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热关 所以我讲到的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原因 第二个是就业原因 第三个是经济放缓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论述到这个时候 过去十年到了暑假 就要灌注现金 现金一灌注 才能够继续呼吸 大家有氧气往前走 是吗 这种情形 让我们晓得 全球为什么要有负利息的氛围 所以有点像这个长跑运动员 快跑不动了 加个巧克力 要灌注现金 继续让股票运动 继续往前运动 同时间也让房市 继续的往上跑 那么最近 好老师我请教一下 最近我在读 这个ignobence的时候 我就读到说欧洲 现在就 它的利息已经到了负利了 我听到这个很surprise 这个还有 我觉得到零 可能也就到底了 还能到零以下吗 还要负利息吗 能怎么解释一下 这种现象已经好几年了 特别在日本 欧洲是过去两年都是这样 那这种情形主要的原因 就是通胀的相反 我们先讲古典经济 什么叫通胀 通胀 通胀就是经济好 工资增加 货物的商品的东西 价钱就往上跑 所以你必须加利息 压制通胀 但是当通胀的相反 就是通缩 什么 当你要 经济要好 经济没有好 往下 经济或者是经济 裹足不前 上上下下 所以你工资没得涨 你货品的价钱没得涨 而且要降价 降价又没人买 继续降价 所以变成就是恶性的循环 对啊 那如果这么循环下去 会不会造成整个 就负利息了 是这个的结果 所以呢 这种的负利息风 deflation 你少于两个percent的GDP的话 一个percent 或零个percent 导致经济没得成长 工资没得增加 商品的价钱 持续的往下 这种情形 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饥饿的经济 负利息的经济 刚才也讲日本 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这种情形 过去几个月 或许有改善 但是到了四月五月 又开始恶化了 到了 因为暑假到了 又开始中风了 缺氧气了 缺现金 你看日本 所以这种负利息的概念 就是我们观众朋友 你千万不要用 细股归股的思维 来看全天下的经济 日本也好 欧洲的有些国家 它必须存放现金 到瑞士银行 到日本的银行 它是要给利息 给银行的 所以这种情形 因为经济的动力不够 所以才会持续的 往继续的降利息 所以说这个复兮看样子 还不是某一个国家 出现的现象 看这是 它现在就已经有这么多了 而且有可能还 更多的国家 卷入的这个漩涡里面 是 这种情形呢 主要的还是一样的 我们回到就是政治的原因 因为在改革 大家改革不容易改革 所以为什么精英政治 持续的不愿意改革 拿的选票比较简单 那持续的经济放缓 我们美国并不是太明显 但是在欧洲体 在东南亚 在中南美 阿根廷也好 金砖六国 除了中国以外 南非 印度 巴西 经济都非常糟糕 那几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现象 因为到了今年开始 又开始放缓 货币极其的不稳定 我们来看看印度好了 印度的Ruby Ruby在过去两年 已经降了 到了一个程度 是二战以来 印度的Ruby 贬值是最高点 它72 73块Ruby 像阿根廷 又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情形 它的货币贬了60个percent 那一般来说 就这种状态 一般会持续多久 这种持续已经十年了 所以这种情形就是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是整个经济的结构 我们要继续来聊 聊下去 这种经济的结构 让我们在这种经济结构 要小心谨慎 现金跟货币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我到了很多场合去 大家分不太清楚 现金跟货币 刚才用自己小家庭 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现金没有 你用quity card 过下个月的钱拿来 来借了用 所以你好像到处度假 其实你是缺现金的 国家也是这样 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如此 所以你在处理钱财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问题来了 你必须不断地去工作 你才有现金 不然你就要用quity card解决 对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不能这么一直恶行下去 因为你借quity card 一个月还可以 再多了的话变高利 你高利 你偿还高利的能力 你又不够 就变成恶性循环吗 那么还是要从根本上 解决一下 怎么让他这个现金 高一点点 根本的问题就是 经济的动力一定要够 经济的动力不够的话 我们持续 你在两季到三季之后 还是要灌注现金 到资本市场 两大最大的资本市场 就股票房地产 我们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你看看另外一个现象 commercial building都很 for lease for rent 都很多 你看看 retail的实体店面 空屋子很多 即使利息还是继续持续的 反而降 倒挂 还是一样 没办法鼓励人 在经济的动力 持续的让大家活泼起来 好像股票是在高点 但是持续的 还是经济动力不够 那么我请教一下 就是现在咱们美国的 这样一个 这个社会的这个形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 大家都要碰到结构的 改革的问题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的小孩子的教育 教育费用 每年5个% 10个%的成长 但是工资没有5个% 10个%成长 我们的医疗保险 每年5个% 10个%的成长 我们的工资 没办法跟着上去 工会相关的工业 铁路 医疗 医院 药品的价钱 一样不断的升高 有的笑话 有那种糖尿病的老人家 买不起糖尿病的药 主要的原因 因为价钱涨得太不像话 但是工资不够的时候 跟不上去的时候 就变成 有的东西越来越贵 工资是没得涨 而且经营铜铁都在跌 需求降低 所以就反而进入通缩 归根究底 就是你的动力不够 你就会有通缩的危险 所以说那要是解决这个问题 是要把经济的动力要弄上去 那么刚才像您描述的这种状态 各种费用在上涨 然后所有的都跟不上 这个工资 其实波及比较大的 就是中产阶级这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在下一集 讲的更多 中产阶级的结构就改变了 我们比如举个例子 当经济不太好的时候 你要转业的时候 你是upgrade你的skill多 还是downgrade 通常是downgrade skill比较多 你不会再去读个博士 再去找另外一份教 通常是downgrade你的skill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 就有第二波就业潮 所以第二波就业潮 你可以到哪里去看到 到Walmart 到Home Depot 到McDonald 很多第二波黄金就业潮 像我这样年纪的 就到这种工作去做 他必须能够维持 他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不够 他需要保险 他就必须持续的工作 这种其实不仅是美国现象 日本台湾 中国都是如此 年纪老化的社会 更是如此 钱在年老的手中 年轻人比较难找家 年轻人现金流量不够 年轻人持续的晚婚或不婚 少子或不子 跟经济多多少少都有关系了 是 其实我们看到了 很多的社会现象 其实包括中国在内 确实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少子啊 或者说是晚婚啊 包括人们退休的年龄 在拖后 就是看样子 除了我们自己的观念 在改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经济造成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下一集啊 要谈的更多一点 有关于结构性的改革的问题 因为这种现象 不容易解释 看起来复杂 但是就影响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这个利息宽松的政策 是不是重新会回来 所以我们下一次持续来聊 好吗 谢谢郝老师 今天确实是帮我们分析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不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从时间的角度 让我们找到了定位 其实从这个广度来说 我们也看到了更远更深的一些 背后的一些东西 太好了 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希望您在我们的国际形势 经济形势的分析当中呢 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么国际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式 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应对呢 我们下一期节目跟您继续分享 感谢您收看财经趋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